哈喽各位亲戚们你们好我是方方 前面的两个视频呢我带大家欣赏完了我们禁词的三扁和三宝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呢我要带大家欣赏我们禁词的三绝 漫步在古老的禁词之内呢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这些 知干粗大形态各异的参天古树了 像这样需要三四个人核爆的古树 在禁词之内呢是到处可见 还有这些一半已经死去 一半呢却还活着的这些古树呢也是有很多 其中名气最大的就要属圣母殿北侧的这株 几年古百了 那么这棵直立的百树呢是后来长出来的 长出年代呢不祥 但是树林呢至少也有千年以上了 据说这棵树它是已经倾倒的这棵周百的儿子 当年建造圣母殿的时候一共种了两棵这样的柏树 但是南侧的那棵呢在道光年间被迷信的村民们给砍拔掉了 所以呢就只剩下北侧的这株 那么天长日久他大概是过于思念他的夫君了 所以就慢慢的呢倾倒到了圣母殿的顶上 好现在我们看完了这株三千岁的周百以后呢 我带大家去看禁词的第二诀 宋树四女像 过来以后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央的主相 圣母怡江了 那么这个怡江是谁呢 她是江子牙之女 周五王之妻 周成王和唐书渝之母 离圣母最近的有四尊式女像 这个是她的贴身丫鬟 再下来的左右两侧的这是两位宦官 那么在古代女官穿南服这也是为了出入宫廷的方便吧 现在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这个宦官的眼睛 它是斜向圣母一边的 同时呢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姿呢是微微浅倾的 这就充分展现出了他们服侍圣母的那种 既怕又紧张的内心 那么这里他一共有五尊穿南服的宦官像 剩下还有三十三尊侍女像 连圣母在内一共是有四十三尊 背靠圣母的五尊侍女是圣母的文笔侍女 最外侧的这尊呢 她手里拿的是印喜 中间的这五尊呢 是负责为圣母梳妆打扮的喜剧侍女 生甲来的这些呢 是负责为圣母打扫卫生和做饭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另外一侧的侍女像 那么背靠圣母的这五尊侍女呢 她们是负责为圣母唱戏的 由而而内呢 分别扮演着生淡静默丑这些角色 其中第二位 头上带着红花的这位侍女呢 我们称她为双面侍女 一侧展现的是悲伤 一侧展现的是欢快 充分展现出了在圣母面前的那种真实的内心 这些栩栩如生的侍女像 她是静词的第二绝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看静词的最后一绝 男老全 哈哈 没错 就是前面这个正在休憩的建筑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她的样子了 不过我们可以来她北侧这里 看看这座善地泉亭 她的样子大概呢 就和这个泉亭差不多 但是她比这座泉亭的人气却大多了 虽然我们现在暂时看不到她的真面貌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下去 看看从她那里流出来的泉水 可以看到很多人呢 在这个龙头这里接水喝 那么这里呢 就是从男老泉亭里流出来的男老泉水了 虽然大家都说我们的男老泉水断流了 这个不是真正的男老泉水 我为了求证这个水的真假 所以呢 我特别发了一个有关男老泉水是否附流的视频 得到了有关人事的证实 说这是男老泉水 但是呢 它不是自然喷涌出来的 而是靠水泵抽上来的 这个男老泉水它从1994年4月30号断流以后 到2008年之间呢 它的水位一直都在下降 所以第一处呢 跌到了地下28米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因此从2008年呢 就开始了生态恢复工程 水位呢 也开始逐年上升 到现在呢 这个水位已经上升了20多米了 所以在不久的未来呢 我们的男老泉 还是有希望实现自然喷涌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山西奔水的这个水孔 那么它为什么要从中间这里分开呢 并且一面是三个 一面是七个 这就要源于北宋年间的一个故事了 当时呢 靖池附近它有两个村 这两个村呢 就为了蒸这个水源 然后呢 就打起来了 那么当地官府呢 为了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因此呢 就想了一个特别损的办法 那就是在这里呢 炙了一口油锅 然后往锅里呢 扔了十枚铜钱 那么让他们两村呢 各出一个代表 出来抓 抓到几个呢 你就分几个水孔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北面的村子 出来一个勇敢的 姓张的后生 他呢 把手伸进油锅里 抓了七枚铜钱 所以呢 就有了现在这个 南三北七的这个状况 好 有关靖池的三角呢 我这就带大家欣赏完了 谢谢你们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